你特么耳朵聋了呀 没听见老娘低了吗 不知道死一边去 不是 我正常行驶 你从前面插过来还怪我咯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敢跟老娘顶嘴 你凭什么打人 打你怎么了 十项点就给老娘滚一边去 不然我这辆车五百万的保险 随随便便送你去吃席 懂吗 我的天 这个女的也太凶了吧 简直是婆妇啊 这么嚣张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怎么还想打我 我看你还想不想 在叫了么外卖干了 我未婚夫可是 叫了么外卖的副总裁苏小强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汗毛 就给我从叫了么滚蛋 卧槽 叫了么外卖还真有个 叫苏小强的副总裁 不会真是他未婚夫吧 怪不得这么嚣张 来呀 你不是要打老娘吗 现在怎么都淹了 你你怎么能这样 切废物 来呀 有本事你打我呀 打我笨蛋 混蛋 你敢打我 老娘我今天跟你听了 我惹你个低界 别以为你是个女人 我就不敢请你吃火锅 你很好 一会我老公来了 我看你还怎么嚣张 喂老公 我在黄金路这边被欺负了 对 两个送外卖的 他们欺负我 哼 我老公马上就到 一会我看你们怎么哭 老公 就这这两个送外卖的欺负我 还打了我一个耳光 小叔叔就是这群认杂了你 小子子 你没事吧 你哪受伤了 蛤 可不得 你不是叫你老公过来吗 这怎么一下来了三个 小子 怕了吧 这是我的好朋友老公和老公 怎么样 怕了吧 那他呢 他才是我老公啊 小子 就是你打了我的女人 是我又怎么样 对不起 苏总 我们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有意的吧 坦打我的女人 你怕是找死 我惹你个低级 这位小哥 算了 让他出出气就好了 事情搞大了 我们也落不了好 一个巴的十万块 你们竟然打了我的女人 拿钱吧 苏总 我们就一个送外卖的 上哪去给您拿十万块啊 没钱 那行 先把我车的擦干净吧 好 我这就帮苏总把车擦干净 希望苏总可以放我们一马 不错 擦还得挺好 谢谢苏总 谢谢 我先走了 站住 老子有说你可以走了吗 不知道苏总还有什么吩咐 车擦得不错 说明你这种人就适合干这种工作 来 再给我把皮鞋擦一擦 擦 我惹你个低级 你欺人太甚 我的天 这男的也太过分了吧 看得我火气职貌 要不是赚钱养家 真想捶他 就是 哎 算了 我来吧 苏总 擦好了 你可以走了 还有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你被我开除了 打 你打 你这拳头打下来 就等着去蹲局的吧 尼克尼 小子 你这么 你这么眼睛瞎了呀 没看见老子在走路 不知道死一遍去 耽误老子时间 老大 你来了 嘿嘿 我就知道老大总会在关键时刻出现 小子 你这么找死是吧 想打我 你还想不想再叫我摩摩摆干了 咦 不对 这话好像有些耳术 七 小子 就你也配说这种话 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这小哥的说话倒是挺有意思的 可惜只能耳心 耳心那个胖子 不能真正的拿他怎么样 是哦 太难了 不一定哦 看样子有好戏看了 小兄弟 谢谢你愿意帮我 不过还是算了吧 都不过他的 兴箭没有 小子 赶快给老子滚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没事 大叔 你放心 这是我管病了 我的天 这也太萌了吧 牛皮 干净利落 小混蛋 敢搞偷袭 老子今天弄死你 我惹你个DJ 小卡拉米 你倒死 小子 我爸是叫了吗 外卖的老总苏大抢 你敢动我 你死定了 哼 老总 老子打的最多的就是老总 你们怎么打人呢 快住手 不然我抱不快了 没事 铁住 想打我 来 朝着打 我可是叫了吗的第一大股东 你敢动老子一根头汗吗 我立马把苏大抢开了 丢了这份工作 我看你以后拿什么吃饭 去喝戏北风吧 杀 你 你认识我吧 我说了 我是叫了吗的第一大股东 认识苏大强很奇怪吗 想靠一个名字就想吓住我 你以为你是谁呀 还有 我们叫了吗外卖的第一大股东 可是企鹅集团 你这个慌撒得很白痴 是吗 你可以给你爹打电话问一下 就说我叫十三 问就问 喂 叫了吗外卖现在的大股东 是不是企鹅集团 你问这个干什么 昨天咱们叫了吗外卖的第一大股东 已经从企鹅集团 变成一个叫十三的年轻人 这是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我告诉你 最近你给我低调点 千万别惹事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这是我老大 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怎么 你就是十三先生 这这怎么可能 我的天 竟然是华为集团的总裁十三先生 没想到是那个身价几千亿的大了 怪不得不怕叫了吗的副总 感情是人家自己的产业啊 别光竖不动手啊 你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 现在怎么念了 十三先生 你说笑了 说笑 你看我像是跟你说笑的样子吗 是是是 十三先生说的是 去 给这位外卖大叔道歉 是是是 这位大叔 我这个人脑壳有包 刚刚都是闹着玩的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今天你所有的损失都算我的 这里是五万块 回去买点好吃的 这这 十三先生 我道完歉了 不错 看起来挺有诚意 特么的 老子好歹也是叫了吗 外卖的副总裁 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你这次送外卖呢 老子以后再收拾你 哦 对 你看我这只鞋 是不是脏了 是有点脏了 我这就给十三先生擦一擦 我丢你个杨月 你个混蛋欺人太甚 让你一天嚣张的不行 这下倒霉了吧 就是就是 活该 十三先生 鞋子擦干净了 您看满意吗 是很干净 挺不错的 那十三先生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嗯 可以走了 谢谢十三先生 谢谢 不用谢我 对了 你以后不用去叫了摩班卖上班了 你被开除了 撒 十三先生 你简直欺人太甚了 这不是拿我当好耍吗 对啊 我就是拿你当好耍呀 我乐意 怎么 你不乐意吗 啊 这 我 对了 你刚才不是说一巴掌十万块吗 铁柱给钱 好的 老大 小卡拉米 这里是一千万 一百个巴掌 你准备好了吗 杀 十三先生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哼 小卡拉米 是你来 还是我来 这位爷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一 二 三 六十九 老大 他晕过去了 嗯 没事 先给他记下 等他洗了再算 十三先生 谢谢您帮我找回了尊严 这是我应该做的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每一个职业都应该值得为尊重 大叔 你回去好好工作吧 铁柱 我们走 好的老大 咳咳咳 总算走了 没苏子 你个瓜婆娘 你人呢 嗯 老公 你联系好了没 咱们赶紧走吧 进上 蔡柱还没专一赶紧呢 这都怀两个多月了 我能不急吗 再不走他看出来了 咋 我热烈的嘛 你们两个狗系东 老子今天灭了你呗 别对疾风吧